台中南屯三河里长召据点 有一对白发苍苍的父子党学员 好学的肖爷爷今年已经满百岁了 但是他依旧是热爱运动还有阅读 而74岁的儿子就骑着机车 载着他一起来上课 次年来父子之感情是感动了很多人 而他们也相约要继续的陪伴彼此一辈子 扣上安全帽出发上学去 只不过这一次换儿子再爸爸 一起出发前往长照据点 双手放在机车龙头 娇小的身躯像个孩子般 今年肖爷爷已经高龄100岁 不过依旧热爱学习 杂志也看得津津有味 身强体壮 报到记录斜压全都自己来 跟着据点上音乐律动课 神情专注 动作也不马虎 好学的爸爸 让74岁的儿子也决定一起来上课 四年来从不间断 贴心为爸爸准备茶水 父子之情就存在这一点一滴的日常当中 以前他们牵着我们携走路 现在我换成我牵着他慢慢走 就很珍惜现在跟他每天相处相见的日子 是父子如今也成了上课的好伙伴 最大的期盼就是要一起健健康康活下去 温馨的画面令人动容 帮爸爸倒开水 还有拉拉椅子 爸爸要坐的时候 怕他摔倒 赶快把他扶好 儿子都会在他旁边 就是陪伴他去讲解 可能会大声一点的讲给爸爸听 然后陪伴爸爸去做这些活动 把这些活动就是完成 那其实我们自己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也学习到很多 就发现其实孝顺不是只是用口说的 可以看到他们是真的很落实在生活中 阿公坐在摩托车前面很像小孩这样 然后就在阿公到骑老林上课 那他们的孝心的确就是也是让人很感动这样 白发苍苍的父子党 陪伴彼此超过70年 如今成了同班同学 参加据点活动 期盼未来每一天都要一起开心来上学